知道甘肃省境内有座玉门关吗 这个鉴于汉代的关爱 是干什么用的呢 对了 它就是汉武帝为和铁玉书路中原 设立的一个关爱 玉门关因玉书玉石而闻名 作为中原通往西域的要塞 记录着漫漫思路上的历史故事 与丝绸之路紧密相连 说到丝绸之路就不得不提张迁 他出使西域的故事 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了 但是你们不知道 当时张谦正是通过玉石之路的指引 才能到达西域各国 他开通的丝绸之路 实际上就是玉石之路 商骨门在这条路上 东去带上和田美丽 希望带着中原丝绸 张老师据我了解 这个和田玉它是分为山料和紫料 但是老百姓却对这个紫料是情有独钟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是的 自古以来我们中华签名对和田玉紫料确实是非常的关爱 我的体会呢 就是咱们和田玉紫料它是由山料形成的大自然再造 就是通过洪水冲刷长期的去之糟粕流之进化 两这三块实际上全是大自然形成 但是紫料它相对比较光滑好像是打磨过一样的 对它是洪水冲刷夹带冲刷的比较久 那么留下来的一定是预制较好的 所以紫料的预制密度非常高 硬度也特别强 因此制作出来的生产工具一定效率是最高的 元代皇族非常喜爱和田玉 曾派人专门到和田药域并设立一站 把玉运到大都 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写道 呼探国陈东有白玉河 西有绿玉河 次西有乌玉河 皆发源于昆文 这里的呼探国就指的是渝田国 玉有两种 一种叫贵 产于河中 采玉之法 即与采诸人 盐水求诸之法相同 另一种品质叫烈 出于山中 这里记载的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紫料和山料 世界上预知最为优秀的和田鱼紫料正是从微博的昆仑山脉中产生的 经过大自然千百万年的冲刷 搬运和翻滚摩擦 最终浴室中松软的部分被逐渐抹去 留下的是浴室中最为精华的部分 就是和田鱼紫料 就是和田鱼紫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